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给这一台08年的F250 接着搞它的准备啊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项目是 它的前轮的刹车 整个卡钳刹车片 还有刹车盘整个这一套啊 其实它的刹车盘看起来还行啊 就没有太多的磨损 刹车片我这里就能看到 它的两边磨的不是很均匀 左边这里磨的要多一些 右边磨的少一些 还剩下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样子吧 其实但从厚度上来讲 还没有到要换的时候啊 但因为它这个绣的太厉害了 不想留它 就整个一套给它换掉了 我们把它换掉还是一个 主要是因为它在功能上 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我们在路市的时候 发现这个车它会往左边去拽我 就方向是偏左的 特别是在你车速比较低的时候 这种方向偏感觉是很明显的 一般这种方向偏呢 无非是两大类情况 一个是你的刹车 还有一个是你的悬架 出了问题 如果是刹车 我们左边有暴时的情况 那我的车就会往左边偏 但如果悬架你的四轮定位出了问题呢 就会相应的或左或右都有可能了 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车我开了 差不多40分钟以后 我把车停下来 那我在左前轮这个地方呢 闻到有烧焦的味道 这种烧焦的味道 在车轮附近 如果你没有很激烈的驾驶 轮胎的外面这一圈 就没有去给它磨得很多 那这种味道的源头一般就是两个 一个是这个刹车片和刹车盘 长时间的摩擦 长时间的摩擦 它的过热 会有一种烧焦的橡胶的味道 这是一个源头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车的轴层 如果轴层是有磨损的 或者它里面的润滑不够 它会过热 过热了之后呢 也会有烧焦的味道 严重一点 有时候它不单单是烧焦 它会有冒烟的 你能看到冒烟冒出来 所以基于这么两个现象啊 我们能看到它有过热 还有一个是它的方向是偏左的 所以我觉得一个初步的诊断是说 这个卡钳应该是有问题的 那还有一个第三个现象啊 可以做一个佐证 就是这个车在车速上去了以后 车速超过40英里以后呢 它的方向盘是有点抖的 方向盘抖呢 你在低速的时候不怎么抖 低速踩刹车也不太抖 但是只有速度上去之后才抖 最常见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刹车盘变形了 刹车盘为什么会变形呢 刹车盘过热它就会变形了 所以一二三三个原因吧 它的现象来看 我觉得这个刹车我们需要换掉 还有一个从它的外观啊 修的比较厉害 我们要把它换掉 这个活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活 所以我们最开始说了一些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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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是那些废话 拆它换它是很容易的 我甚至可以用一个手完成了 但是不行我就两个手 方盘我们把它往右转到底了 这样整个卡纤就露出来了 空间是非常大的 这个车是21毫米的 一个卡纤的螺丝 我就整个把它这一套拿下来就可以了 我就不继续拆外面的这个 这是没必要拆的 因为我想是整个一套拿出来 看打下 还挺好的 这个螺丝其实 就像我刚才说的 它外面绣的很厉害 但其实螺丝里面螺纹都是很漂亮的 这是很难得的 特别是在这个车以前是一个残血的工作车 它能保护成这样 里面还没锈 是挺好的 然后这边我们找一下 下面还有一个螺丝 好 好嘞 我们看已经瘦了 能不能给它拿下来 嘿嘿嘿嘿 不太行 拿个锤子来敲一下 还是要敲一下的 它应该是有锈在上面卡住了 所以不能吹牛啊 还是得上工具的 这玩意怎么可能突出拿了下来 敲一下 这卡钳特别沉啊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 这里的卡钳 哎 嘿嘿 这明显是有问题的 这卡钳 这边 已经 还基本上是新的 但这边已经磨没了 而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是这里磨的 非常不均匀的 这状况是比较差的 但这卡钳是可以修的 可以把它 这里拆出来 然后 火塞给它换一下胶套啊 什么的 这套搞一下都可以 重新闷个气 但太费时间了 我觉得 这台车要整的东西还挺多的 我就想在这里 咱们节省一点时间 就不在这里花费更多了 直接换掉就好了 这个刹车盘其实还挺好的 并没有磨蹭太弱 我还是决定一套给它换了吧 我耽误了 这个车应该以前的车主有给它上过漆啊 但感觉做的不是很认真 它就没有打磨 这以前的锈还在 它在表面上给它喷了一层黑色的漆而已 这种搞呢 隔不了解厌 它还是会掉的 但肯定是有帮助的 有用的 但最终很快就会再锈了 最好是把整个打磨掉 当然我们 以后应该会整个车都会做这些东西啊 先给它 我们中间给它看看东西吧 这是我们在做左前轮啊 其实右前轮是前轮条我已经弄了 这里我换了新的盘 新的卡钳整个套都换了 这是我们做的漆 我们其实是可以打磨出金属来的 而且整个表面也还挺好的 就没有修穿 没有很严重的修水 这样子给它喷漆刷上一层防锈的漆呢 就好很多 但另外一边我就不打磨做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太费时间了 我整个这一套做完 我差不多花了七个小时啊 如果整台车做完 我可能得二三十个小时 我觉得不是很划算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空间这样子 蹲着就不是太好操作 我想的是我们去租一个工作区 就租一个工位啊 有升降机把车顶起来 人可以钻下去 什么地方都能看到 我们可以给它打磨干净 然后上去 打坐这个 所以我们就这里先 但好消息是我们打磨之后发现 这台车它在结构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虽然表面有很多秀 但其实我们去这么搓呢 它的车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都是很结实的 结构上没有影响 但是有一些像车身是有些问题的 这些 这地方秀缺掉了 这里秀穿了 这可能我们最后用 找一点不锈钢板子或者铁皮 给它补一下 但结构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我们 为什么把它买再来 去花这么的功夫整它的原因 这边这个明显难敲很多啊 来个大的 好嘞 有时候用点蛮力也可以的 这个盘因为我们不要了 随便敲都行 如果大家在弄车的时候 这个盘将来是要接着用的 那就用橡胶锤敲吧 稍微轻松一点 或者敲这个地方 敲的上面这些 就不会被刹车片磨到的地方 相对好一点 哇 给大家 抽一下 这是我们整个 卡车的轴 这个防尘罩已经 名存失亡了 基本上不存在了 这是它的ABS线 两边都一样 都有一些磨损 都磨到了 但是没有磨穿 表面的皮 又磨到了 因为它这里其实是有一个罩子 这么罩过来的 将来 给它收拾一下 这些铁锈尽可能能搞的 太吹脱了 这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吹掉了 这是我们新的卡钱 这是我用的品牌 不是广告 因为也没什么赞助的 DETROIT EXO 我的几台皮卡车 都是用的这个品牌 它的刹车全价什么的 都买的 价格很便宜 就是比其他品牌相对便宜 现在整个质量还行 没出现什么问题 用了有一两年 整个这一套 我的刹车盘 刹车卡钱 刹车片 差不多是450美金 这样子 400多美金 我可以把它放到我的视频链接里面 大家感兴趣可以知道一下 我们这么一个F250 这一个皮卡 我把整个刹车给它换掉 它的领部件的成分到底应该是多少 这车的零件 肯定要比其他车要贵一些 因为它至少从右辆上来讲 比较大很多 这些盘啊什么的 都是一个手很难拉得动的 其他的比较小的车子 它的刹车盘 轻轻不动就可以拉起来 这些车都非常重 我们搞两个螺丝上去 把它固定住 不能让它偏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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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哎 确定没有摇动 然后给它做清洁 就把两个面给它洗掉 大家看我略显匆忙 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了 改正的 加油 然后是里面这一遍别忘了 其实在我们先洗完之后再装上去也可以 但这个盘石还太重了 你这么装上去之后要洗它就容易很多 这种转就行了 干净可以了 然后卡起来 这么大一个 这个应该是要把它分开的 这个我们有一个16毫米的套筒 顶上去 去种台火筛这边 这个架子是很轻的 好嘞 这螺涮 挺干净的 我们就不做清理了 哎 戳进去 对 没关系 我 没有 了 有没有 什么 没 没 没 嗯 不要问我力举是多少啊 没有查 直觉告诉我应该100ft棒的左右 或者120 100的样子吧 看这种打螺串 用我这个冲击扮手 当当当给它打到底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这颗螺丝不能打太狠 我们待会要 也不用力举扮手 但是还是用手扮手 慢慢给它拦一下 这个刹车给大家看 因为那边我换了 也发现它原来旧刹车 它有个问题 你看这里边 这个槽里边 啥都没有 但这个片上也是啥都没有 我们说啥都没有 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刹车 它是带一个片的 一个弹簧片 两边上下还不一样 它为什么有个这个东西呢 好 这么套着的 原来那个刹车片它没装 你不装有什么问题呢 它就是没有一个弹性来顶这个弹片 那个刹车片 它就会 一直贴在盘上贴得很紧啊 有的是它的设计 有的车它在设计上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不装没问题 但是如果人家这个车设计来 就是要装的 你却不装它 那就有毛病了 这台车在以前在保养的时候 感觉就有这个问题 它就没弄好 OK 这样把两个片给它装上去 先给大家做个示范啊 我们这样 这个弹簧片 装上去之后 嘿嘿嘿 我的错 烦了 好 然后两边搭上去 你看 我按它 我按它 它是可以给我 它可以给我弹回来的 就是我的卡钳加进去之后 它是能弹回来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啊 像原来这个 它两头是啥都没有的 它哪怕锈了 应该有一点残骸吧 现在啥都没有 如果不装它 它就会一直贴上去啊 就一直磨 就可以过热 这其实看车的设计 如果这个车本来有的 不装就会有问题 如果它的刹车是不需要这个的 那不装 当然没有问题 就不会影响 OK 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在装之前了 给它来点油 这个油呢 再给它抹在这个槽里啊 但是不要抹到 塞到盘上去了 小心一点就好了 其实可以先给它抹上 再装上去啊 这样子会更容易 但是也都可以 哎 小心点就行了 也不是啥要命的事情 啊 填黑了 干净了 最后一个 好 都抹上了 哎 坨了 可以观察一下这两个刹车片和盘 应该是基本平行的 如果你发现它是歪的 它肯定有问题啊 要检查一下 好 接着装 接着装 这个 倒地 呃 刚才说容易了 啊 推麻了 我的天哪 我都推麻了 干了一天啊 好嘞 你要这么检查一下 弹性都没有问题对吧 OK 可以正常的滑动 这就是好的 然后 这卡钳 这一坨很重的 我们给它干上去 裂一下 也许会卡 哎 搞定 然后这两个螺丝 干上去 哎 这好像挺嘴 这两个螺丝 我们刚才领的这两颗 它的名字叫 caliper bolt 有时候把它也叫做 slide pin bolt 就这坨 我们把它叫slide pin 因为它都可以滑动的 这里面的这个 我们领的 就是用 冲击扮手 当当当打了一个 它叫caliper bracket bolt 这两个螺丝 有时候可能最开始 大家搞刹车的时候 会搞错 它会查力矩的时候 里面这颗螺丝 它很大 也很硬 然后呢 它的力矩就要大很多 家用的小轿车 一般是70-80ft 外面这颗螺丝 家用车一般就25-30ft 这两个是有差距的 不要搞错了 因为以前 有一起修车的朋友 他跟我讲过 嘿嘿 他说 嘿嘿嘿 我把里面的那个 caliper bracket 那个 它的螺丝给它领了30 那我说你这样子不够的 它不是查的是数据是30吗 你查错了 不要犯这种错误啊 要不然开着开着 这玩意儿掉了 很吓人的 这领上去 好 假设我是一个力矩扳手啊 非标准操作 OK 我们现在是没有用什么力气推它 我们现在感觉到阻力了 如果没有力矩扳手怎么办呢 往前推 四分之一圈 或者 像这种 你明显感觉到 你已经推不动了啊 就不要硬推 这和螺丝其实是比较软的 哎 修久了 像这种螺丝 你真的会知道的 到底该领多少 你买一个不是很靠谱的 力矩扳手 它的误差也许比你的手臂还要大 啊 来吧 来 滑动一下 没问题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卡前刹车这一套 装上去之后的样子 这里是有连那个刹车油管的 从这里上去 我们是一直在等临界 这车的刹车线是很难等的 我再等一下 今天主要是把这个刹车给它装上去 已经干到天黑了 我们 这是应该是整个F250这一台车 它的最简单的一个维修项目 所以我们就拍的比较随意啊 也没有很多细节告诉大家 哎 这个就这样 就换个刹车而已 咚咚咚四颗螺丝拧下来 然后咚咚咚放回去就好了 然后最终呢 我们装完刹车线之后呢 要给整个刹车系统排空 如果大家对这台车的整备感兴趣的 OK 可以关注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下班